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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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Agent 15 歡迎來到沖繩科的第三集 今集會先帶大家到國際通去吃晚餐先 在沖繩這麼寧靜的小島上 國際通可以說是最繁忙的地方 在國際通有兩個地方很適合晚餐 分別是國際通暖蓮街和屋台村 這個就是暖蓮街 這裡總共有三層 店鋪的數量多達40間 裡面是超級熱鬧 無論本地人和遊客都是非常多 餐廳食物種類都當然是非常多 很多店鋪都是主打啤酒放題 所以是很多日本人來瘋狂去喝酒 絕對一個非常高興的地方 我都在這裡其中一間餐廳吃了少少東西 Ocean Good Table 偏西式的 餐廳都有少少格調 飲品就叫了這杯鮮炸菠蘿梳打 又是一杯打卡的飲品 整半個菠蘿直接倒入梳打裡 喝下的時候還會吃到少少菠蘿肉 想再多一點菠蘿汁的話 可以自己再炸汁 但自家油的人士這裡要小心 因為本身的梳打是有酒精成份的 另一杯是凍烏龍茶 蒸蒸上上 這杯就變了是我喝了 因為沒有酒精 自家油的壞處 食物方面首先是本日的生蠔 分別是室樽、二刀流和珍蠔 老實說三隻味道都是很濃郁的 但其實是不是平時的即開生蠔呢 我就覺得這些只是合裝生蠔 雖然不是不好吃但就比較失望 餐廳送了四塊英式鬆餅 芝士奶油味道 剛剛焗好還在出煙 這個有驚喜 另外還以為自己叫石環牛 但原來是石環牛漢堡扒 中伏料 漢堡扒味道正常 但是不是可以和石環牛扯上關係呢 感覺不到 應該是叫這一個才對 最後一件是海膽意粉 意粉的質感是合格的 味道都是正正常常的 所以就沒什麼好說 現在可離可不離 最特別就是鮮炸菠蘿梳打 吃吃看留意到對面鋪更特別 這個飲酒放題是很有趣 一杯大過一杯 又寫完升職 飲到變會長 你看看 這兩個就是會長級人馬 升職當然是報一報起先 國際通暖廉街都是值得一去的 餐廳選擇比屋台村重要多 是沖繩少有熱鬧的地方 而另一個熱鬧的地方 就是剛剛提及過的屋台村 屋台村總共有20間餐廳 而每一間的位置都是不多 所以連通道上面都會放些桌子等等 人氣都是超級旺盛 加上紅白藍的燈籠 形成了屋台村的一帶特色 今次來到屋台村 就先吃個親切點的號碼 15號鋪 原來是壽司店鋪來的 Chocoto Sushi 裡面就不會說坐得很舒服 但聲在夠特別 270度的吧桌 師傅在中間 每一間都是即場手押的 餐牌也有英文 還要圖文並謀 一定會叫 我就先叫了一個刺身五點 大約港幣130元左右 算划算了 分別有鑑魚 甜蝦 金鯛 帶子 和海膽三文魚子杯 不用多說了 新鮮 好味道 另外還叫了兩套壽司三點 第一個set是吞拿魚三點 有赤身 中拖 大拖 一做好就放在你面前 這三件不會不好吃 另外一個組合是背三點 有白鑼 帶子 夜光貝 原來夜光貝是這麼有咒口的 雖然說是沖繩出產 但口感太硬了 不了 我還發現原來這裡有壽司奧媽卡售 五件壽司三種價錢 我就試了一個最貴的2480元 大約港幣150元又會有什麼壽司呢 第一件是槍魷魚 小甜 口感不錯的 第二件大拖羅 滿足 第三件是類似關青藍的 上面那個是薄荷醬 切到起了格 外表就100分 食落就超肥美 和好香甜 第四件是金木雕 有油脂又夠清甜 最後是北海道海膽 是脆口的紫菜 加上足料的海膽 計上飲品 最後埋單總共8,210日 價錢算是合理的 不貴不便宜 食物質素幾好 但屋台村的重點是吃個氣氛和環境 如果想在屋台村吃壽司的話 可以來這一間 不錯的 吃完晚餐後就回酒店休息了 順便做個酒店開箱先 這次住的酒店的名字叫做Hotel Anti-Room Naha 距離機場只有10分鐘車程 去國際通的話更近 8分鐘就可以了 酒店也有自己的停車場 一天就要1500日 而開車的朋友這裡要小心 因為酒店的車路有機會被貓星人霸佔了 酒店其中一個宗旨就是在信息萬變的藝術和文化當下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休息的等候室或者中轉站 所以這間酒店的外表很有風格 裡面一開門以為自己去了藝術館 小誇 哇 一開始都有少少嚇到 以為去錯了地方 搭升降機上去 酒店大堂在二樓 禮品店和餐廳就在旁邊 大堂的外景就不過不失 Check-in期間還發現了酒店另一大的宗旨 就是可持續發展 走環保路線 日用品和拖鞋就在大堂 有需要的話就自己拿 減少浪費 那瓶裝水呢 用飲水機 大堂和七樓都各有一部 房間就有提供玻璃瓶給你去浸水 雖然就比較麻煩 但都是值得和有意義的 而酒店的樓層走廊是沒有冷氣的 不過酒店近海所以都不會覺得熱 我們進房間看看吧 右手邊是掛衫的地方和全身鏡 而左手邊就是開放式的洗手盆 浴室廁所都在左手邊 非常簡約 浴室採用了這個典型的格局 乾濕分離 房間就有一張沙發、茶几 兩張床合起來的一張大床 雪櫃、咖啡機這些基本設備都有了 房間還有個小露台 景色就沒有第一間那麼漂亮 不過總算海景 酒店介紹就講到這裡了 休息過後就準備第三天的行程 第三天的早上我們來到沖繩人的廚房 第一木製工設市場 我們進去看看吧 這裡門沒有開 走走走發現了不對路 這次出事了 原來每一個月的第四個星期日 是會休息的 就唯有簡單介紹一下這裡了 2023年3月翻身完畢 裡面就有點像香港市政大廈的感覺 買完海鮮和新鮮食材之後 可以去二樓找店鋪去幫你加工 很可惜來到沖繩真的要拜訪在這裡 不要像我這樣就可以了 唯有在附近找早餐吃 去了一間幾出名的飯糰店 豬肉蛋飯糰 當日就幸運沒有人排隊 而在這裡我就買了個明太子味道 下單後四分鐘就有了 但很快就有一條人龍出現了 所以早上來的話排隊是家常便飯 不用的話你當日很幸運 買完就可以到旁邊的店鋪位 是唐食位置 但我們當日就決定上車吃 打開看看看 看上去就很普通的了 雖然不會說好吃到話一聲 但絕對是把一些簡單的食材變為美食 首先整個飯糰是軟粒粒的 加上蛋和午餐肉本身就是很配合 重點是飯糰的口感黏得來 但又粒粒分明 所以整個飯糰都是很高水準發揮 這個飯糰一事無妨 記得要早餐空腹吃 吃著飯糰我們就去下一個景點 由國際通駕車過去大約40分鐘左右 就是有著沖繩貓之島之稱的奧武島 來到這裡除了看貓之外 就是吃東西和看景 一去到奧武島 立即有一間大排長龍的餐廳 中本鮮魚天婦羅店 顧名思義主要是吃天婦羅的 但就要排隊了 所以就打算硬一點才來吃 誰知我臨離開島的時候 這條隊是更加長的 直接放棄了 上網看的話就個個都說好吃 另外就是非常便宜 一件天婦羅大部分都只是100日圓 有機會來又肯排隊的話 絕對可以來這間試試 島上也有一個魚市場 市場只有一條走廊位 裡面有6至7間店舖 魚山都很便宜 500日圓就交收了 賣相正正常常 味道很吸引 所以我在這裡都是走一下看看 然後就到正餐時間了 澳母島海產物食堂 食堂這位雖然都不少 但隨時都要等下位 看看餐牌先 有英文版本 主要是以食定食為主 坐下沒時間 店員都馬上給我們一杯冬茶 類似玄米茶味道 食定食前 我先叫一個餐前小食 沖繩的特產 海葡萄 海葡萄下面是冰粒 可以說是冰鎮海葡萄 深綠色 感覺很新鮮 口感亦都很特別 食落濛濛的聲音 有些海洋鹹的味道 配上這個紫蘇葉酸汁 更加好吃 第一個定食是炸魚定食 是整條魚來的 超大條 放在旁邊給大家對比一下 味道是蒜蓉牛油味來的 好東西味的 儘管是炸魚 但魚肉都保存到很多水份 所以是幾高質的 另外還有湯 前菜 白飯和刺身 刺身這個雖然賣相麻 但吃起來不差的 有魚味和肉質是不會散的 而我吃的定食就是壽司定食 一樣有湯和前菜 前菜是海帶豬肉絲和水雲 我就喜歡吃水雲多些 酸酸咪咪的 開胃前菜一流 而壽司就 其實魚生部分是ok的 蛋糕飯就太大夠和太實正 所以大家可以叫其他定食 除了壽司之外還有天婦羅 澳母島天婦羅就是出色 皮薄餡頂這些就不用說了 最神奇是蝦的口感 是一絲絲肉質 好像在吃蟹豆 第一次吃到這樣的蝦天婦羅 還有魚 豆 瓜等等 大家來到就真的要試試天婦羅 賣單 4600日 價錢和食物都是不會令人抗拒的 來到澳母島又想吃正餐的話 這個食堂 模擬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吃完就在澳母島散步 發現這裏都好多人在玩水 有沒有看到雖然那天就陰陰的 但海還是藍色和清澈 還有小朋友在玩跳水 在島上看到美景的話 可以停下來慢慢欣賞一下 而其實我這次來澳母島最主要的原因 是看貓 島上大部分的貓都很親人 雖然那天就天氣麻麻 但都幸好還見到貓 就等澳母島的貓咪 和大家做今集的結尾 來吧 今集介紹就差不多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幫忙CLS Comment Like Share 當然還有就是Subscribe我啦 你小小的支持 是我大大的推動力 我們下條片見啦 Bye Bye